蔣灣的小內閣終於掀開鍋蓋了 首播小內閣名單曝光 李四川是確定接任副市長 而新任的都發局長王玉芬 是北市首位女性都發局長 也成為其中一大亮點 蔣灣更是借兵侯友誼 象徵蔣侯合作起首士 不過外界點名 其中一位副市長人選的立委林一華 他並沒有出現在第一波名單內 對此林一華口風超緊 只說蔣灣還在廣真人才 飯要煮好甚至要等久一點 鍋蓋掀開飯才會香 把小內閣比喻成燜飯 這回蔣萬安終於掀鍋蓋 公布首播小內閣名單 曾任新北市高雄市副市長 也當過行政院秘書長的李四川 擔任副首 蔣萬安也跟侯友誼借兵 現任新北市府財政局長李太鑫 轉任北市府秘書長 以及前新北都更處長張溫德 接手副秘書長 被視為是蔣萬安侯友誼合作起首士 新北市的人才也是國家的人才 只要大家都願意為這塊土地供 陳永德接管素有天下第一大局 民政局長 而信任都法局長王玉芬 更是北市首位女性都法局長 另外過去好龍斌時期 擔任環保局長的吳勝忠 這回也回過市府 四財四所 最重要的 他們都有他們相當豐富的一個資歷 就能夠馬上市政做接軌 我看他有一些風格各種滿像 他用很多事務官上來的 而且大部分都在台北市有當過 好處是業務比較熟悉的 我想他上線都比較容易 小內閣名單曝光 向來有話直說的柯文哲難得收起炮火 不過外界關注另一位副市長人選 傳出是他 市長在廣正人財中 非常感謝大家 他在廣正人財中 謝謝 曾擔任蔣萬安競選總幹事的立委 林一華口風超緊 傳出他明年二月辭立委在進市府 可避開立委補選 蔣萬安的人事案顧蓋先一半 還要等算盤打得準才好全面攤牌 記者黃明君往事安台北採訪報導